或是我們去那邊一點 離印象遠一點 2018年的巴黎車展上面 BMW發表了名為iNEX的一台概念車型 而在2021年也就是今年的上海車展呢 這一款名為BMW iX的全新純電車款正式亮相 那作為BMW i這個資品牌誕生十週年之際 他們所推出的這個車型 實際上就是他們這十年之間 針對純電汽車所推導出來的一個全新概念集合之作 那其實在外型上面你可以看到 雖然說它是一台純電車型 並且雖然說它是一台中型的SUV 但是呢在很多地方在外觀上面 仍然具有當時或者說一直以來BMW的傳統 舉辦前方大家所看到的一個 類似水箱護照位置的造型也好 或者說有能有角的一個線條 以及它在側邊或者是頭燈的點綴等等 這些設計呢都是BMW為了要打造一台純電車款 但是又希望有著品牌特色所做出的一個調整 那並且我們細看可以看到 在前方的一個雙稱造型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它實際上是做死的 它裡面是並沒有開口的 純粹就是為了造型設計 當然你說上方或者說底下 都還是有一些感知的一個鏡頭或者雷達 但是呢其實在最下方本身以往作為進氣吧的位置 它是作為進氣口調節或者說散熱等等的作用 那並且呢這一台車其實不要看它方方正正的 可能看起來很笨重 但實際上這一台車經過風洞測試之後 得到的風阻係數是0.25cd 這個數字其實是相當的驚人的 而且呢這個數字或者說這個造型以及它的整體的空力設計 都是為了讓這台車更加的節能 那可以說我們很直接的數字就是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空氣力學 以及0.25cd的影響 實際上它的WLTP的一個量測續航里程 可以直接增加了20公里 可以說是非常的誇張喔 那緊接著我們來看到它的側邊造型 同樣跟我們剛剛所提的方方正正 可以說是相當類似 包含你說它側邊的線條也好 從A柱開始往上甚至到往後的延伸 雖然說它仍然有一點點斜下的一個角度 但是呢我們還是會覺得說它是相當俐落的 甚至說它的一個整體車高 其實包含你說它的車長車寬還有車高等等 基本上可能都跟現行大家比較熟悉的X5 X6 有比較高的相似之處 可是呢這一台iX畢竟它透過線條的拿捏 或者說輪圈配比的設置等等 來為它增加了更多的一個靈活俐落的感受 那當然我們來到最後方C座的部分 也可以看到專屬的iX的一個Logo 那後面就是一個尾翼的一個造型 以及在尾燈的方面 其實我會覺得跟現行的四系列以及六系列 是會有一定程度的相似 當然啦在下方我們也可以看到 跟傳統軟油車比較不一樣的一個擾流分流造型 我們不能說這個造型它看起來不是那麼的運動感 畢竟這台車從頭到尾從上到下 其實都有經過空力設計的優化喔 那我會覺得這樣子的取捨 其實算是相當的特殊 而且是相當聰穎的 那來到後車廂空間喔 畢竟這一台iX它是專門作為電動車型去做一個研發 所以說呢其實本身鋰電池的一個架構 它還是仍然是採用一個比較平鋪於底盤的一個設的布局 那並且呢後方的置物空間就比較不會受到影響 那但是我們打開後車門就可以看到細節 這台車呢為了輕量化 所以其實在材質方面包含說高剛性的鋼材、鋁合金 以及這樣子的一個CFRP的一個碳纖維 或者是說超輕量的一個塑料的應用等等 其實讓這一台iX既保持它有一定的一個剛性強度表現 同時呢又能夠有相當輕量化的一個表現 所以說呢這一台車的重量 基本上我覺得算是相當的亮眼的 那再加上不同的車型 包含他們所提供的X-Drive40以及X-Drive50 因為他們的一個搭載的電池有所不同 所以重量也會有所不同 基本上會來到2440公斤以及2585公斤 大概是差了145公斤左右 雖然說對於傳統車型而言可能還是偏重 但是畢竟它是一個純電車款 那為了去增強它的一個續航歷程 我覺得不得不會有一些取捨的一個做法 並且來到車內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相當科技相當未來的一個設計 包含前方的一個駕駛儀表 再加上中控儀表的設置呢 它所採用的仍然是一個比較接近曲面的一個設計 那它的組合呢是12.3吋加上14.9吋 相當大的螢幕配比喔 那在方向盤的部分呢 它也採用更加方針六角的造型 來去增加一點科幻的感覺 或者說是比較未來的感覺 那其他像是上方的一個模式的選擇 或者說多功能的配置 其實我覺得仍然是相當好上手的 畢竟呢它也是第一個採用 iDrive 8.0的一個控制介面 再加上它也有雲2.0的一個使用 或者是說呢 BMW的一個 駕駛安全輔助系統等等的配置 那再加上這台車也同樣搭載了 你智慧型手機的智慧鑰匙解鎖的功能 所以呢其實在操控介面上面來說 你可以處處的都感覺到 科技或者是說更加貼心的作為 那當然本身它在風格的塑造 我們可以看到相當尖銳 但是同樣又很簡潔的設計裡面 包括你說它應用了一些木頭的材質 或者說全新的一個水晶雕刻的一個旋鈕 以及它的一個撥桿的部分 那甚至說它在滾輪的部分 它也採用了一個旋鈕的 它也採用了一個水晶的配置 我覺得這一點 算是他們細節上面相當注重的 而且呢 如果說大家有看到中空台上面的那一個橄欖頁 其實這也是他們在內裝的一個材質上面 他們所提倡的 你可以用更加環保的製程以及原料 來去達到環境友善的目的 那再來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門把上面的 音響的部分 那雖然說我們目前所看到的是Harmond Kardon 但是它也同樣具有Band Olsen Band Olsen 這樣子的一個音響配置 並且呢 也因為這個BMW的iX 它是純電車型 所以對於一些本格派的一個駕駛者來說 聽覺的響驗是很重要的 那這一次BMW也特別去跟知名的電影配樂大師 Hand Zimmer合作來去調教出一系列的 BMW iX駕駛時的一個應有的聲浪 或者說專屬的一個聲響調教 來讓駕駛者呢在開車的過程當中 能夠享受BMW iX的同時 又能夠藉由耳朵來去感知到這車子的動態 或者是說感受它專有的一個動態的感受 那其餘的你說像是空間的開闊感 或者是說上方的一個群景天裝的配置 我覺得其實都是額外在加分 或者是說這些東西其實都是 你對於一台BMW應該要有什麼樣子的配備 BMW所給出的一個回饋喔 那最後我們要聊到的就是動力的配置喔 那這一次呢 如同我們剛剛所講的 具有X-Drive40以及X-Drive50兩款的配置 那首先是X-Drive40呢 它所搭載的鋰電池架構 它本身具有71千瓦時的一個可用容積 那最大的電池容量則是76.6千瓦時 那如果說是在150千瓦的一個快充規格底下呢 基本上它從10%到80%只要31分鐘就可以完成 並且呢 只要10分鐘就能夠回充到 具有95公里的一個續航里程 最大續航里程呢 也可以從372公里來到了425公里 我覺得已經是相當實用的配置 而且在動力輸出的表現上面 最大馬力240千瓦 等效馬力則是326PS 最大扭力呢 則是來到了64.24公里米 相當的 我覺得是相當的充沛 而且呢0到100加速也只要6.1秒 但是如果這個數字你不滿足的話 可以看看X-Drive50 因為它的輸出更加的強悍喔 那最大功率會來到了385千瓦 等效馬力則是523PS 最大扭力呢 則會來到了驚人的78公斤米 那所搭載的鋰電池呢 最大容積則是111.5千瓦 而可用的容積則會是105千瓦 那續航里程則會來到了549公里到630公里 一舉突破600公里的表現 可以說是對應出 對應到非常多人對於電動車的一個疑惑 或者說日常生活的使用 那也因為這樣子 其實目前范德表示喔 目前所累積的600多張訂單裡面 其實佔有七成的比例都是選擇了X-Drive50 因為它有更好的動力輸出的同時 它也擁有了更長的一個續航里程 也能夠更加的去貼近日常使用 不會為了里程焦慮而感到擔憂喔 那並且呢 它的0到100加速 甚至也來到了4.6秒 而充電的規格呢 在200W的一個DC快充底下 基本上從10%到80%也只要35分鐘 如果說呢充電10分鐘的話呢 就可以回充到150公里的一個續航里程 我覺得不論是從它的一個整體的一個續航力來說 或者是說呢 在超充底下的一個充電速率 都是相當驚人的 那最後再來到了售價的部分 先前的預售價X-Drive40開到了316萬 而X-Drive50則是開到了386萬 但是因應全球的一個原物料的調漲以及晶片等等的元素喔 所以呢 德國原廠其實有稍微再調整了一點點售價 正式售價來到了320萬 以及390萬 各自都調漲了4萬元 但是 總代理販德也表示 這個售價將不影響已經訂車的車主喔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是在預售預接單期間 就已經下訂這台車的話呢 你還是可以享有當時預接單售價 來去購買這台車的 並且呢他們也推出全新的一個 家用充電裝的配置 當然本身它也是採用了CCS-1這樣子的規格 以及未來喔 他們也將在2022年的第一季完成全台14座的 一個BMW原廠的一個快充站的設置 當然他們也有跟其他的一個民營快充站去合作 包括高速公路或者是其他百貨商場等等的地方 來去佈建更多的一個充電站的使用 能讓車主享有更加方便的一個充電環境喔 那我自己是覺得雖然說在造型方面 可能是見仁見智各有各的喜好 但是回歸到車子的本質 包含說它的動力表現或者空間甚至配備等等 無疑的這一次的BMW iX 仍然是令人相當滿意的 至於售價呢 我覺得也還是在合理範圍之內 而且這樣子的續航里程 一定可以打破你對於電動車以往的認知 或者說對於他的懷疑都會一筆勾銷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對於全新BMW iX 發表會的簡短介紹 那我是Derek 我們就明年再見囉 掰掰